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请接着讲净土法 这个净土法我们要求大家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都要先认认真真地学习 然后一定要修这个法能 为什么呢 我们在座的男女老少 任何一个人生命是有限的 短暂的 瞬息万变的 什么时候死亡大险来临谁也无法确定 当他来临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可靠求生净土 这个对每个人来讲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应该做好相关的准备如果我们有一些把握 如果在二十年当中或者几十年当中不会死亡的话 我们可以有时间准备充分的资粮 可是生命是突然行的 死亡大险就肃然出现 在这个时候谁也没办法面对的 所以从我们的传承上师也好 汉地和藏地的所有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当中 的确也留下了非常珍贵的 往生净土的这些窍诀和法门 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利用出来 这个机会擦肩而过的话我觉得极其可惜 我们在学院当中要求一些老年班的人 一定要阿弥陀佛的名画六百万遍念完 其他的咒语和其他修法暂时不要紧 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其他年轻人从年龄的次第来讲 也许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般来讲 是按照常规的一些做法 年轻人闻思为主 老年人修行为主 以这个原则先闻思 但是同时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祈祷阿弥陀佛 然后相关自相续当中的罪业一定要忏悔 那罪业忏悔的时候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十种不善业 无始以来肯定造了无数字了 然后现在讲特别严重的这几个罪业 现在正在讲五无间罪 五无间罪当中 那么杀害父母的这种现象不一定特别多 但是我们对父母不恭敬 父母不报恩 侮辱虐待 这种现象也相当多的 其实它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因为它是非常严厉的对境 做一些不恭敬或者不如法的行为 确实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像世间最高的领导得罪了以后 从世间当中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事实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到 我们平时在修行当中 自己相续当中有的这些罪业立即都要忏悔 现在来得及忏悔 我们每天闭关的时候 施修的时候 就把这些罪业可以想出来 然后把它作为自己的所缘对境来进行忏悔 所以修行一定要在实际行动当中去行持 你们不要认为 净土法门当中 每天都是讲一些故事 讲故事我也会讲 不是这样的 书本上的这些内容并不是往外面去看的 应该每一句 每一个字 每一段话用来对照自己 用来禁止 照一照自己 并不是用这个书本来寻找别人的故事 我们前面也讲了一些公案 这些每一个公案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很生动地描述了 我们往生极乐相关的资粮或者障碍方面的道理 因此希望每一个闻思者也好 修行者也好 大家都应该反观自信 下面紧接着也讲一个公案吧 殴打父母的罪过也是如此严重 前面把父母弄死了这个故事已经讲了 今天讲殴打父母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很多道友当中你们想一想 不要说可能别人打过父母 是不是在实际行动当中有没有殴打父母的情况 不要这样想 我们现在每一个故事讲的时候 你自己就开始回忆你自己的往事 从小到现在你打过没有父母主要思考 如果打过的话那么你这个罪业忏悔过没有 有些父母在的话那么父母面前忏悔 如果不在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通过观想 通过诸佛菩萨面前进行忏悔也是可以的 阿弥陀佛和极其眷属面前忏悔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里讲了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 从前有一位上主叫《杂无之女》 其实《杂无之女》的公案《赵宝藏经》的卷译里面 第一卷当中是有的 其实《赵宝藏经》原来《原委》 《原委》时代的时候所翻映出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不管是讲任何一个藏地的 《大圆门前行》也好 净土法门也好 这里面的这些公案处处全部都是在《大圣经》当中 有些人认为好像《前行》跟净土法门 是不是跟汉传佛教有一些不同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前一段时间听说净土宗的有些道场 他们说藏传净土我们要不要学不学吧 如果是汉传净土我们可以学 中间有这样的分别念 其实我的意思为什么特意去一个藏传净土呢 我希望汉传很多净土法门的人或者其他的禅宗和天台宗 还有其他的宗派他们也了解 到底在藏传净土里面说的是什么 其实藏传净土里面说的就是《大圣经》里面 和印度的这些高僧大德和藏地的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 就是结合起来描述的 所以这些每一个公案的处处其实《大圣经》当中 都是应该可以寻找的我去对照过 对照的话 杂窝之女的公案跟一模一样的 现在汉地翻译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 《大圣经》汉地翻译的叫做《赤童女》 赤是慈悲的 赤童子的童 你们方便的时候应该找一找《大圣经》里面 他将几天当中买买赞袋的羞肉供养父母 因为他家里从小很多孩子都要着了 后来为了遣除这种障碍 按照当地的传统 藏地有这个传统 把孩子取名为造之女以女人的名称他能活得下来 后来确实他已经活下来了 活下来他长大以后他的父亲早就死了 按照印度的传统 都跟自己父亲的众心是什么 自己也是从事这个行业 首先他好像卖粮食吧 他问母亲的时候 母亲骗他说 你是卖粮食的众心 说的是农民吧 是不是啊 他卖粮食的时候他每天都是赚四元钱吧 供养给父母后来很多他同行的人说 你不是这种忠心你不能在我们队伍里面买卖 后来又问母亲的时候母亲说是买箱的 然后他买箱赚来的好像每天八元钱又供养父母 后来他们当中也没有带下去问他说是买衣服的 后来买衣服他每天都是赚八元钱 然后买衣服的行业当中也没有带下来 他们都不让带后来他就买珍宝 买珍宝每天都好像买衣服十六元 买珍宝后来三十二元 然后他一一地供养自己的母亲 但后来他们都说你不是这样的忠心 你应该在大海里面取报的这种上住忠心的人 之后他告诉母亲说是我的父亲 明明是在大海里面取报的这种人的忠心 为什么骗我当时母亲也害怕 因为他的父亲还有很多这些亲人 他们都去了大海以后没有回来 不让放他去报但是他一直去 他在海盗里面取报的过程当中 母亲劝他不要去他执意不停 后来母亲一边哭着一边拽着他的脚 然后他就特别气愤地说道 说是我要去大海取报 那么你竟然说这样不吉祥的语言 他一边说一边狠狠地用交替打母亲的头 走了以后因为他的业报现前海上传之坏了 传之坏了以后他独自一人好像抓着一个木板 最后心面云到处都漂泊 因为他以前供养多次母亲 以这个原因他一次一次都是 好像在不同的地方得到了很多天女的城市 就是数千年当中获得天人的享乐 首先是由四位天女来进行城市 要求她不要到南方去他就不肯 这样他一直没有听他们的 八位天女十六位天女三十二位天女 每一个地方呆了很多年了 最后被他的夜风吹赶到南方的一处 他住进了一座三层门的铁石之内 看见有一个人头上旋转着非常巨大的燃火的铁轮 然后他的老江还有龙血四处分钱 赶和子女问你到底造了什么样的业 落到这种下场那个人说 我以前损害过我的母亲而感到了这样的果报 他一回想起来自己也曾经损害过自己的母亲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空中也是发出一个声音 束缚者可以获得解脱 解脱者现在可以进行束缚 然后把铁轮落到了他的头上 感受到无量无边的痛苦 这也是其实佛陀的一个因地 后来他当时想起了三戒轮会当中 所有害母亲的这些罪业全部落到我的身上 我来感受一切痛苦这样一想到以后 当然感受痛苦的时间补偿 当时他修姿态交换的菩提心的力量 感受的时间补偿 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主要已经说明了 伤害或者殴打母亲的父母的过失非常严重 其实《赞宝藏经》里面也说了 说是与父母所所所供养的所 然后获福无量 获得福德就是无量的意思 然后少作补损 获罪无量 如果作了一个少少的罪业 那么获得的罪报是无量无边的 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如果曾经曾师父母供养 恭敬 孝顺 尊重 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在即生也好 来世也好 获得的果报也是无边无量的 好像记得《正法念处经》里面吧 《正法念处经》里面说了 供养父母能生凡福 凡是凡天的凡 福德的福 供养父母能生凡福 凡天的福德 从福德国后得涅槃 因为获得了这样福德的原因 以福德国还是从福德 应该以福德国吧 以福德国获得了涅槃 逐渐逐渐以后获得涅槃 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 凡天的福德 我们学《俱世论》的时候都知道 所以我们平时对自己的父母用恭敬 碍语或者吻合的语言来进行对他沟通 帮助他身心当中的一些困苦 接触 做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应该说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很多人从小都是没有理念 没有这种习惯 这样一来在生活当中确实是没有做到 最近我们要求各个地方的人学习《弟子规》 学习《弟子规》有些人给我讲 这是儒教的一部论典 为什么你要讲《弟子规》 《弟子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论典 这你不讲也是我们的动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是这样讲的 但后来学了以后很多人都开始哭 觉得父母现在已经不在了 确实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不起他们 的确是他们对我们如是好 可是不但没有报答恩德 而且他们活在人间的时候一直让他们受累受苦 现在想报答恩德的话已经后悔莫迹 有些人最近纷纷地表示自己心里的一种感触 所以我想很多道友真的需要通过闻法 了解道理也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口头上可以说是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实际上往生极乐这么广大的因里面 哪怕是我们对孝顺父母的这一点做到没有 扪心自闻的时候自己也发现了 从小到现在我们造了多少的业 所以我们该不该忏悔呢 自己也应该可以清楚的 真的如果有些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害了父母的 或者说你亲自现在听说很多年轻人 真的是大父母和害父母一点都不在乎 原来我看到有一个新闻里面说是当时有一个年轻人 他自己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以后他就狠狠地打父亲 打的遍体鳞伤全部都非常严重 后来父亲都送到医院里面去 后来他儿子灌起来了 灌起来了以后当时那个警察问他 为什么你要打父亲啊他说是因为他不听话 翻了卦尔达 什么意思 翻了卦尔达 没有听懂啊 对不起 至少这是这一个 还有那个圣子精进生气呕倒父母的心 也需要感受这样的痛苦 有些人可能亲自没有打过 但是跟父母吵架的过程当中很想打他 拿着棍棒或者拿着其他的东西 狠狠地想打他这样有没有 其实打过父母的人应该举个手有没有 敢不敢 肯定有 估计 想打他的 想打父母的 今天我看书的时候都是想了 我打过父母没有 应该没有打过 然后想打的心有没有呢 反正现在记不起来 应该没有 也是感受这样的果报 什么样的果报呢 打阿罗汉摩奸连被外刀 裸体外刀 当时外刀头数数殴打 然后身体垂肠的 简直像成了一个微草一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 因为其他的阿罗汉当时没有业果的关系 当时裸体外刀本师所烧的口血他们都没有听到 而后来目犍连因为有前世因缘 他就烧了血之后他们把狠狠地打了 本来目犍连是神通定义 平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是当天他这里也讲了 本来他具有仅仅一个脚拇指 可以摇动天界的尊身宫 整个善界都可以变动 还有天界的尊身宫都可以摇动 有这样的神变 可是当天由于往昔的业力所压 连变化想也想不起来 他就变化或者应付他们 攻击他们 想都想不起来 更不必说大显神通了 那么目犍连尊者是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 而阐述如此痛苦的呢 他从前有一对婆罗门夫妇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娶了一个媳妇 那个媳妇从中开始跟父母之间经常 这是可能很多在家人都清楚 有时候这些媳妇很坏的 所以他经常从中挑拨离间 这时那个儿子 也就是说他的丈夫 对自己的父母也贬起了那么无情 有一次看见他的父亲和母亲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非常生气 这个人也是很奇妙 不过人生气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惯了 光坐在一起 他们也没有犯事 光是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特别看不惯 然后恶言说道 说是真感 你们整个身体应该打得像 吹蚕鹿尾一样 尾草一样 他一边骂他们 一边他当时没有打 很想打他 是这样的 因生起了这样的恶行之业 他在五百世当中被他人打死的 如今得了阿罗汉国最后有罪 但是最后有罪的时候 最后的一次业力 也是被裸体外刀 把他打到遍地里上 也可以说是他获得了整个 所有释迦牟尼佛教徒当中的神通第一 但是他最终离开世间的方式 确实也是前世的余力 他前世的这些生下来的业 感受以后离开世间的 所以我们很多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是真的在相续当中 产生过这样的恶念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要赶紧忏悔 如果真的忏悔 不要说是想打父母的恶业吧 这是真正造无无间罪的 也有机会忏悔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 的确也转生地狱里面的时间是非常的漫长 记得好像在《地藏经》里面吧 《地藏经》里面说了 如果有众生不孝顺父母 或者只杀害父母 那么他会堕入无间地狱当中 而且千万一劫当中救出无欺 感受无边的痛苦 就是我们很多道友都经常读《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你们翻开确实有这个教义 有这个教证 如果我们不孝顺 甚至杀害他 与父母这样相关的罪业应该说是相当可怕 啊 相当可怕 所以我们应该有时候反观自信 应该会有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当代的教育和当代很多人的思想 把父母根本不当作一个严厉的对境 他只是世间的一个老年人 除此之外 自己都是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什么对他有尊重自信 所以这是一个公案 我以前看过一些报纸 报纸里面说是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百分之七的孩子害怕父母 然后百分之十三点多的孩子他们特别讨厌父母 父母什么都不让做他想吃的东西不让吃 想玩的东西不愿意不让玩这样非常讨厌 还有百分之五十几的孩子他们特别憎恨父母 他从小都是特别憎恨父母 所以有些说百分之七十多的孩子要么是憎恨 要么是讨厌父母而感恶父母的可以说是极其鲜少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从小到现在 你对父母有保恩之心还是有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过 那么我们依靠父母来造了很多的业 在相续当中还没有孝敬而一直存放着 我们通过其他一种方式能不能轻而易举地往生极乐世界 有这个可能吗我们也应该可以想一想 那么这些道理并不是说是世间一般人的一些 没有依据的词并不是这样的 我忘了是哪一个经典里面有一个经典里面说是 不孝敬父母的罪业大多数都是现实现报的 有些即生当中不一定能马上出现报应 但是后世堕入地狱当中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以前我讲的《造报藏经》里面讲了 有一个人准备打母亲还是打父母 那个时候后来现实现报当时盗贼把他的手臂砍断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他杀害了自己的父母 后来当场大雷披死了 当场死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车祸 有一些灾难 平时在城市里面恒死的数量非常多 当然有一些应该自身的罪业来完结自己的生命 有些人都认为我这个人好人 其实为什么我的很多事情不顺 其实不一定是好人 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很好人的话 我们不说别的 就是佛经里面所讲到的所有善法 仅仅是小生父母这个罐我们做到没有 我们可以观察自己 讲相打父母的罪业是这么严重 此外也不能侮辱父母或者在他的身体当中 就是以污蔑的方式来跨过他 那么这个有一个公案 曾经有一个叫做仁慈宫师的上主 因为他自己对母亲不恭敬 从他的头上跨过去了 这个一业他即生当中堕入孤独地狱 并且头上也是专注并且铁轮感受难人之苦 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践踏父母 尤其是老年人的时候 一点都是不尊重 不恭敬 在他的衣服上踏来踏去 对他进行说一些侮辱之词 这些可能比较多的了 所以说应该讲 父母当作自己的根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在他的住下恭敬顶礼 诚实啊 老妈妈 你很好啊 我今天拿一点洗脚水你洗一些你的脚 你肯定不能动来 我来 我来 你好好坐着吧 有没有这样的小顺之子啊 很少很少 看见都是恨着如故 真的是多生累劫以来的 这个缘分的敌人来到面前一样的 母亲住的房子里面 孩子都根本不愿意 一刹那间也是不愿意带的 有些人一看 一叹起母亲的时候 或者一叹起父亲的时候 从他的脸上 表情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对父母是挺有意见的 特别恨啊 或者一起的时候 天天都吵啊吵啊吵 以前有一个佛友住在一个娘母子家里 然后他说 我住了七天 他们吵架八次 天天吵吵吵吵吵 他这里这样讲的 若这是父母做事 也是感受果报 很多人把父母当作做事情的工人 或者保姆来对待 其实这个也是感受果报的 那么这个确实很多人是容易犯的 昔日释迦美女耶稣罗罗坏他的儿子罗侯罗当时长达六年之久 一般在世间人类来讲是九个月 但是他这里长达六年之久 生残的时候也是当时感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从前有一个母女两人携带一桶酸奶赶楼 女儿不愿意背这桶酸奶奶桶不愿意带 于是她对母亲欺骗的方式来说 她说 妈你好啊 背着这个桶你慢慢赶楼吧 我在这边方便一下 慢慢上来 然而这只遥远的路途当中 一直让母亲背着爱童 这个业里都等流过 因为她当时一直让母亲做事情 她自己不愿意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吧 但是主要是这个业 这样的话我们也想一想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把父母 把父亲当作佣人 把母亲当作宝敏 世间上是有这种说法 在世间人来讲 自己的孩子让天天父母看 卖菜 打水 做很多事情 让自己的父母做 这个孩子从小也是家里的小公主和小王子 所以说你现在一直是 尤其是现在独生子的时代 确实是父母已经把孩子关怀了 他长大以后 他觉得父母一辈子应该是对他服务 对他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已经成了百发苍苍的 看起来也是满面皱纹的 但是那个时候还有要求 有时候如果孩子稍微好一点 他可能表面上 因为自己很懒惰 我特别喜欢吃我母亲做的菜 我从小的时候我特别觉得 我的母亲做的菜好吃了 你给我做啊 我就好好睡觉 妈妈 你给我做饭 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不合理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真的是 自己明明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让父母操劳 让父母做 在座的很多道友可能翻得比较多 应该值得好好地忏悔 由此可见父母是多么严厉的对境 譬如若用世间的财物 辛勤劳作报道父母的恩德 儿子将父母刚在双肩上 百年之中转绕四大部主的话 没有办法报道父母的恩德 以整个遍满大地用七宝遍满 然后供养父母也很难以报道他的恩德 所以《发愿助理》里面也讲了很多 有关经典的教义讲了很多方便的时候 大家应该看看 我们《父母难以报道恩德的经》里面也讲了很多 意思就是说让父母刚在肩上 整个四大部主取转 不一定报道父母的恩德 如果让父母信仰佛法 受持戒律 生起智慧以及趋入佛门 这样他可以报道父母的恩德 其实这个《一切有部的毗奈耶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一切有部的毗奈耶经》 好像第三卷里面吧第三卷里面也讲了 就是说父母没有信仰的人让他产生信仰 不受戒律的人让他受三规五戒 不布施的 吝啬的这些父母 父母的钱包里面拿出一点钱去布施 还有没有智慧的父母让他闻思修行 趋入佛门 生起智慧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真正能报道父母的恩德 所以世间人认为给他买一套房子 或者给父母买一个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从现在的一些话来讲对他供养一些财富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其实这也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当然对父母这样照顾和关心他的晚年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从佛教和从成缘的利益来讲 的确也是一般的饮食金银财宝 不能报道父母的恩德 这是有教证的 好像《不可思议广经》里面有很明确的说明 怎么说的呢 说是非饮食即报 能报父母恩 非饮食吃的 喝的 还有珍宝 不能报到父母的恩德 引导向正法 变为供而亲 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引导真正趋入正法 那这样真正能供养了三世诸佛 已经报道了父母的恩德 所以有些道友可能一辈子当中 没有报道父母的恩德没办法 他是刚强难化的 你想让他学习佛法的话就绝对没办法的 他反而炸佛像 烧金树 坏佛塔等等 在你面前也是造很多业的 所以没办法的 只有用一些世间的财物来报道恩德 但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父母不信佛教 但逐渐逐渐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吧 原来反对的现在不反对了 凡是自己家里看见佛像虽然不是很高兴 但是也不是很反对的那种有一部分人 有些人现在还是逐渐逐渐能念佛 有些甚至出家这就是真正地报道了父母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大小 是真正的小子可以让父母趋入正法 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说如果是我们狩猎 还有盗窃的藏物还有一些新财 王财等等 鲜明的财富来供养父母的话 不但是不能报道恩德反而让这些父母积累了地狱的因 现在世间的有些人为了养活或者为了报道父母的恩德 通过一些邪命养活 非法的一些途径来向父母获得快乐 其实这种做法的确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附近当中也是经常有 就是如果父母特别贫穷的话作为一个出家人 好像附近里面有一个叫做《贫离经》 《贫离经》里面说父母特别贫穷的话 你如果想用财物来帮助他 让他先受三规五戒然后财物的部分给给他 不但没有过失还有功德的 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当然有些可能经典的说法不是很相同的 比如说有些像《五分律》吧 《五分律》里面说是比丘如果将一些珍宝 这些供养给父母好像不信佛教的还是什么 这样的父母也有一些罪业也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从父母严厉对境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是我们《贫离的花满论》当中也讲了 部分的财物供养给父母应该说是没有过失 当然最好是让他信佛的受三规五戒的人 本身也是别人的一些心中的财产 如果不是给一些居士的话没有过失 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不信佛教的 反而反对佛法的这些人面前做供养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过失 但跟其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面前供养 当然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这些因果的一些观点应该我们要做一些分析的趋势 其实我们很多现在境界膨胀的时代 很多出家人也好对钱财也好对供养 布施 很多方面不是特别的注意随便怎么样就无所谓的 其实真的我们学了《百业经》 学了一些《庇余经》 这些经典以后你应该清楚这个业果应该说相当可怕 有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取舍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将来会感受一个无量无边的痛苦 为什么有些人修行非常好 修行好的人他对一个小小的事情也很注意的 以前有一个藏的老法师他根本不让任何人对他做成事 别人对他服务 别人对他扫地 别人甚至对他打水这些都是不愿意的 他就害怕以后在无数的时日当中去偿还 在这个时候多麻烦的事情啊 所以有因必有果的因此他就特别注意 听说别人对他有时候是背一捆木材 那这个时候他一旦发现的时候 把那一捆材他自己背到然后放在他门口 以前有一个叫堪波扎西 大概是五六十年以前的一个老法师 我们诗也有一个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我看到给玛王波段子诺日他的传记当中 他也是的确对因果取舍方面特别重视的 但我们世间人绝对不是这样的 有多少个人诚实你啊就无所谓的 即生当中我怎么样过我的快乐身后 下面有多少仆人 佣人啊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其实我们轮回的话今天是我主任命 下意识的话我是仆人 我们很多因果的循环也不断地在发生 所以一定要取说因果方面要值得注意 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公案以后 自己也会小心翼翼 понимаю 那么下面讲了另外对部落的父母也应该恭敬 对于破戒的父母以后应该恭敬 父母因为他是严厉的对境 就是父母 上师 还有眼里对境的金刚阿舍利 这些即使破戒者也可以恭敬 一般来讲 破戒者不应该受恭敬 尤其是受清净戒律的一些比丘更不需要恭敬 但是父母是特殊的情况 那么他这里也讲了一个这样的公案 说以前有一位施主的儿子是童小三藏的比丘 但后来他的父亲也是出家为僧众做事 十分辛苦 一次他对儿子说我累得精疲力气了 那么你应该恭敬称师我 因为儿子也在寺院里面出家 当时可能不是 父亲也出家 父亲出家了以后 父亲可能不知道破戒者 给僧众做事情 很累了 很累了以后 让他儿子给他称师 然后儿子说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讲过 狮子一样的人不能称师像狐狸一样的人了 然后父亲就说 儿子啊 谁是狮子啊 谁又是狐狸啊 他开始讲 儿子接着说 爸爸啊 我具足清净戒律 犹如狮子一般 你是破戒之人 犹如狐狸一般 他就直接了当地说了 你狮子就是我 狐狸就是你 直接给他说了 然后父亲就开始 觉得他也嘴巴比较回缩 他说 儿子啊 那这样的话 像狐狸一样的 我能生出狮子一样的你吗 他儿子嘴巴回缩 正在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开始赞叹父母说道 他说 本来是破戒者和持戒者 确实有关经典里面也是用狮子和狐狸来比喻的 就是用狐狸的 比喻的 但是父母是利益的恩田 无论任何时候应该值得恭敬 宁生欢喜 所以说 我们很多道友 父母不管他是脾气好也好 脾气不好也好 什么时候都应该值得恭敬 原来有一次我们也讲父母的功德以后 听说我们学院里面的几个老菩萨后来特别傲慢 他们天天都是让子女给我成沙 不是 堪布讲了吗 我就是功德治天 应该好好地服务啊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想做任何事情 你们也不要太傲慢了哦 任何一个人如果让父母欢喜 正式供养 护许父母 那么将受到了梵田 阿舍利的供养等等 所以佛陀也如此地赞叹了 恭敬称师父母的如是功德 那么佛陀又在经典当中这样说的 智者以饮食 义物极恶具 孝敬父母亲 今时无灾难 后时去善去 获得诸安乐 就是智者以饮食 衣服 卧具 还有其他的 通过各种方式来孝敬父母 这样即生当中没有任何灾难 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 健康无病 长寿百岁 所以世间人有时候可能真正一些人天的规律 人与自然的规律 恐怕是不太掌握 如果你不掌握的话 有时候这种因缘在自己的生活 生命都遇到各种挫折 所以说 如果一个人他对父母亲 他对上师三宝各方面相当如理如法 应该他的一生特别顺利 他将来去除唯一的善去 人间和天界 享受无量的快乐 应该是《杂阿含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 如如与父母恭敬修供养 现世命成流 命中生天上 如果我们对父母恭敬供养 即生当中 我的美名会传扬世界 来世也转生为善去当中 逐渐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的确修行佛法的人 基本的一些小顺父母这些道理应该要懂 如果不懂 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 连世间如教的一些传统思想的基础都已经不存在了 更何况说密宗里面的即生成就 净土宗都是即生往生这些都是相当遥远 相当遥远 所以这些道理懂得了以后 以后我都很想很多人肯定有希望 今生来世都是快乐幸福的 那么下面说 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孝敬父母或者长者 那么那就是积累福德 如若我们欺辱 或者蔑视 或者凌辱一些父母长老 那么就是耗尽福德 他这里讲了一个世尊因地的简单的公案吧 这个公案广的内容在《百年华论》当中也是有的 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翻译 那么从前被称为何其四瑞的一个是羊角寮 还有山土 猴子 大象他们按照长有辈分 也可以说长有有序的一种程序 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大象年龄最大的是羊角寮 那么他以其他三者供养 这个公案他们在一个山林当中存在这四个动物吧 这四个动物存在的时候 他们就共同商量 和睦相处 后来他们说我们应该年龄大的算是我们的增备 好好地恭敬乘舌他 年轻的去经常帮助 寻找一些饮食 后来他们都不知道谁老谁有 后来他们就用一棵树来观察 一棵树来观察的时候 好像那个是列座大树还是什么 列座大树大象说我想起来的时候 这棵树就是我的身体那么大 然后那个树他说我小的时候这棵树还没有成熟 只有两棵树其实我当时也填过那棵树上的露水 对 我就填过然后那个养胶鸟他说 我在的时候这棵树还没有出现 当时这个种子通过我的粪也是慢慢成熟的 后来他们知道哦 这样看来肯定是 这个养胶鸟是我们的老大 应该值得恭敬 然后大象最年轻 后来他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大象在一层一层的大象上面先猴子 在猴子上面开始山头 山头头上鸟 所以他们四个到哪里去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这样的一种尊敬 障碑的缘起力 所有的动物逐渐逐渐受三规五戒 和睦相处 吃树 后来整个国家乃至宁国很多都变成了这样 所以我原来讲《十尊广传》的时候也说过 我说 何其四瑞的香平时都是挂在经堂里面 挂在自己的卧室里 这样应该有很多功德 这个功德无形地让我们很多人产生一种快乐 善念 所以我那天在学校里面要求 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 现在在世间上的一些香我们来学校里面 然后我给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把锐香 把吉香 或者像这样的那些何其四瑞 像这些图如果挂在里面 有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也是不可思议的 当时那里面的养教寮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 舍利子是山土 里面的山土 后子是目犍连 大象是阿难尊者 是他们前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以后应该想起世尊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故事 哪怕我们四个道友看看 如果一个是二十七岁 一个是二十六岁 二十五岁 二十四岁的话 那么提水应该是二十四岁的小和尚去提水 就是不应该说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 年轻人坐在这里 连老的人很轻快地操材一声 下面怎么讲的 他说 途径艰险难行的之路 他们这样的 他们骑在大象背上过路 说阳交集是他们当中最连障的 其余的三位对他都是彼宫彼近 必须像他们那样恭敬老者 五金梁华生大师也是说过 无令老者有果 当以恭敬虎 就不应该让这些老者伤心或者痛苦 这样也是不行的 佛经里面还有一个 也是对老者 恭敬的有种 印度有一个国家 印度有一个地方 以前凡是一些老年人 全部都会活活地埋在地里面 后来有一个小孙的儿子 他当时把自己的父亲藏在密室里面 没有把他卖掉 后来国王有一次受到天生的一些问题 他说 世界上有四种财富 四种财富如果你能打赏的话 你这个国家快乐 你也是一切迹象 如果你没有打赏的话 你的生命有危险的 四种呢 世界上最好的财富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第一个美味是什么 还有第一个长寿 这是什么 然后国王受到这四个问题的时候 居国上下到处寻找他的答案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 后来那个儿子就悄悄地 让密藏里面所隐藏的父亲面前问了这四个问题 父亲以一些古老的传统来回答了 他说 信用实际上是最大的财富 就是信用 信用是最大的财富 然后修行佛法是最大的快乐 施语 说施语 不说假话的施语 施语实际上是第一美味 第一美食 还有法僧慧命是最大的长寿 后来他能打上来这四个问题之后 国王也是问这个到底是谁回答的 后来他直接说我犯了国法 我把这个福藏隐藏了是他回答的 后来他说老年人是一个珍贵的东西 从此之后我们这个法律要改变 再也不能杀害所有的老年人 从此之后这个传统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对老年人不能认为他们已经老糊涂了 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事情都不给他商量 不应该这样的真的有时候是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在一个地方 老年人如果多的话是宝贝比较多 老年是一个宝 如意宝 所以他有丰富的经验 有丰富的一些思维 还有很多的人生经历 佛法的经验 修证的开悟等等 有许多许多非常难得的知识修证 应该我们对老年般的这些老菩萨们 要经常恭敬 祝愿他们长久住世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